体格应该就很喜欢 四面花展 那做这样一款牛油蛋糕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原料呢 这会儿带着您先去看看 在家就可以做牛油蛋糕了 你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黄油 糖粉 低筋面粉 各250克 鸡蛋300克 泡打粉5克 好了 原料我们已经看完了 其实所有会做甜点的朋友 看到这些原料都不会陌生 还有就是 你其实在厨房里面做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想产生兴趣 不妨从自己最喜欢的食物开始做起 对不对 王老师 对对 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烘焙类的食物 这样子你就会慢慢地爱上厨房 像其他煎 炸 炒 烹 你应该样样都会有点兴趣了 那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牛油蛋糕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我们来看看王老师怎么样来操作 等一下我们来操作吧 好 你需要准备一个打蛋器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会准备一个 我们首先把这个油脂 先把它放在这个容器里面拿 这是黄油 对 黄油 现在市面上有两种 用植物黄油 一种是动物性的 你觉得选哪一种做这个比较好 最好用的动物性 动物性的 动物性的有之做出来 口感还有色泽的这方面都比较好 那黄油加进去了之后 第二步是说糖粉加入 我们再强调一下 像糖粉这些东西也要过筛一些 怕里面有杂质 那另外我们也要再提一下 现在已经放进去的黄油 是要在室温下回温的 就是把黄油让它弄暖一点 这样子操作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软化了 对 软化 软化 方便后面的步骤 是 好了 黄油和糖粉 我们都加进搅拌器之后 现在王老师我们要做的就是 两样东西拔 就是说用快速搅拌成一种的 那个蓬松状 就是说跟额毛状 额毛状一样的东西 飞出来这样子就可以了 哦 就是要把黄油打得蓬松一些 对不对 对 蓬松一些 起先开始开的时候 不能用快速 我们先用慢速搅拌 好 刚才王老师跟我们讲说 这个黄油要打到什么呢 羽毛状 对 额毛状那样子 额毛状 对对对 这个额毛状到底是个什么样呢 现在我们拿出来一些 给大家看一看 看到吗 其实我觉得很像奶油 对对对 其实颜色变浅了 就体现黄油颜色很黄 对 现在打黄颜色变成 有点像乳白色的那样子 其实它已经有点打发起来 对对很松起来的 空气就入到里面去了 一定要有这个 打发到这种步骤 打发到这个地步吗 是 这样打发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因为这个牛油干刀 关键是靠那个油脂 还有鸡蛋这两样东西 奶盆中的 油就是黄油和鸡蛋 对对黄油跟鸡蛋 黄油搅拌一下 它空气注入到里面去 它才会蓬松起来的 这样就这样子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往里面加什么呢 加鸡蛋 鸡蛋要分次加入 好的 如果加它太快的话 它这个属油 变成整个分离开来的 变成鸡蛋跟那个 黄油 全部分离开来的 就是搅不到一起 搅不到一块去的 就是这样子 会这样啊 对 搅拌均匀的时候 再加第二个是这样子的 嗯 那最好的方法 如果大家说 呃我 比如说我倒在碗里面了 我每次加 我加的还不够准确 王老师刚才讲 最好的方法是 一粒一粒一个加进去 就一个 对对对对 打开一个放进去一个 对对对对 搅拌均匀完以后 再加第二个是这样子的 比较准确了 对对比较准确一点 嗯 嗯 好了 现在呢 鸡蛋都已经打进去了 是融合的比较好 一定要记得是一粒一粒的加 那现在我们呢 我们最后是要往里面 加入一个过筛的低筋粉 还有一些 泡打粉 对 那过筛的低筋粉 大家知道 做蛋糕吃起来 是比较松软的 泡打粉也是为了让它蓬松 对对 所以就是少量的泡打粉 对 少量的 嗯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粉 扎进去了 嗯 哇 从头到尾 我们都在搅拌 大家可能就是听的 已经是耳朵 已经都快要麻木掉了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过筛的粉 扎进去 还是要进行搅拌 不过这样